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兵业 谢谢大家 勇士西拜提虎,库明家统治攻守 兰姆和杰洛姆挖宝成功,普环废了 北京时间11月5号勇士和提虎的比赛 这场比赛勇士很干脆,直接让维金斯 孤立,汤普森和格林伦秀锻炼年轻球员 以此来更好检验年轻球员的表现 所以全场比赛勇士都无法占据优势 而且末节多次迫近的情况下 经验不行,又被提虎拉开 就此105比114西拜提虎 但就这场比赛来看 各个球员的情况差不多都明确了 特别是对于普尔和怀斯曼来说 也就这样了 今天普尔依然在疯狂打铁 全场比赛18中午的情况下 无法给予任何侵略性 更加关键的是,自己防不住 格尔把他换下来还不满 他在攻守两端全部都是崩盘式的表现 怀斯曼也是一样 中锋不在篮下跑好位置 每次队友一拿球就伸手要 位置又不好 好像又回到了新秀赛季 当然普尔也是一样 过于粘球 老是伸手要球 从今天的发挥来说 他们两个基本上很难有进步了 但吉他多位球员都展现出了足够的价值 首先说说库明家在进攻端各种梦幻脚步 而且还出现了细耍西安的情况 防守端还能限制英格拉姆和CJ的发挥 再加上传球意识也不错 他算是证明价值了 这个点差不多可以获得重点使用 而且穆迪现在进攻端非常稳定 防守端很卖力 而且态度也很好 他们两个一直都是被勇士重点培养的球员 还有兰姆与杰洛姆 他们全部都成为了今天的惊喜 兰姆虽然横移差了一点 不过顶防的能力确实不错 防守端是可以获得认可的 球场上的表现有点神似小佩顿了 而且兰姆的三分还有六中四 他有希望成为不错的三地球员 杰洛姆也是亮点 在末节上场之后 杰洛姆不管是空切还是三分 都能展现自己的价值 全场12中7的情况下 杰洛姆还能砍下18加6加5 数据方面非常全面 凭借这场比赛的发挥 个人感觉杰洛姆进入到轮换是没什么问题的 114到105 库里汤神缺阵 勇士惨遭五连败 怀斯曼真适中看不中用 北京时间11月5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最近已经四连败的勇士客场挑战蹄虎队 勇士的状态本赛季开打至今确实很让人看不懂 作为未免冠军的 他们完全没有了新赛季的斗志 反观其他竞争对手是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这也正如冠军魔咒一般 一枚冠军戒指会迷失球员的心 今天勇士面对提虎 当家球星库里 汤普森 维京四等主力纷纷缺阵 球队选择用一场比赛来给核心们调整心态 要不然后面的比赛会更加艰难 好在今天勇士其他队员看到了上场机会 表现得还不错 第一节比赛在普尔的带领下 与提虎的英格拉姆胖虎等人打得也是有来有回 其中英格丹杰98中4贡献了10分2助攻 但是提虎其他队员站出来的很少 第一节比赛提虎反而是以26比27落后勇士一分 进入第二节后 主场作战的提虎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 胖虎在这一节三中三 不断冲击着勇士的内防线 虽然投篮不多 但是效率高拿下了7分100 但是要说本节之星那还要数迈克勒姆了 他里图外头尽情地展现自己的进攻天赋 用6中5的投篮命中率拿下了12分2篮板的同时 还贡献了两次助攻 而勇士在这一节就没能抵挡住提虎如潮水般的进攻浪潮 虽然库明家 兰姆等人也是发挥抢眼 但毕竟星位上于对面的还是有差距 四节结束提虎打了勇士一个35比27 半场结束61比54领先7分进入下半场 下半场开始后 勇士开启了他们的追分大戏 尤其是普尔很好地承担起了主力们缺阵的责任 扛起了进攻大旗 在外线各种挑战着提虎的后卫防守大闸 尤其是一季三分直接把比分追平到了70比70 但是主场作战的提虎也不是吃素的 第三节英哥开始了他的表演 仅仅是出手六次就拿下了12分以及三篮板 有了英哥的突破提虎根本不怕勇士的追分 当勇士投进了一季外线 英哥立马一个杀内线造犯规上罚球线 这一节他拿下了六次罚球 光是罚篮就拿下了5分 第三节也成为了最好看的一节比赛 双方各自撕咬着都不轻易地放过对手 各自回应球看得十分过瘾 三节结束提虎以27别25继续扩大比分 年轻的提虎在这一节抵挡住了勇士的反扑 第四节打下了领先优势 第四节开始后 取得了9分优势的提虎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但是勇士毕竟是未免冠军 即便主力们纷纷缺阵 但是要受末节追分是他们最擅长的 第四节打了三分多钟 勇士就把分差追到了两个球的差距 尤其是替补席上的杰罗姆在莫杰 真的是有如神助 完全化身库里 外线存在感十足 第四节还剩4分49秒 时他四头全中 其中三分三中三帮助球队追到了98比102 但是提虎已经能够应付这种场面了 立马就给出回应 再得两分 勇士下一回合又一记三分 直接把比赛又拉回悬念 最终还是主场坐镇的提虎守住了优势 艰难拿下比赛 送给勇士五连败 勇士的问题出在哪里 防守和替补 外线和内线防守都有问题 勇士本赛季场均要得121.4分 也是联盟失分最多的球队 上赛季胡人的防守饱受诟病 但他们本赛季场均失分只有111.4分 比勇士要好一些 勇士最想念的 大概就是小佩顿了 小佩顿是勇士外线防守最具活力的球员 今下他以三年2800万美元加盟开拓者 勇士开出两年迷你中产特利年薪640万美元起 两年合计1300万美元 但是对小佩顿这样在NBA流浪多年的球员来说 他没有理由拒绝一份更大的合同 普尔本来就是防守若环 大伤之后的克莱 在防守端也失去了往日风采 一个打烂连破老矣 库明家成长缓慢 随着小佩顿和奥托 波特离队 勇士的外线防守质量骤驾 内线虽然有格林和卢尼 但怀斯曼只要一上场 就会被对手无限针对 今天勇士主力没打 第四节怀斯曼依然无法上场 哥尔也对他失望了 怀斯曼生涯至今共打了49场比赛 其中36场的正复制为零霍复数 怀斯曼自己防不住 进攻端也会打乱勇士的节奏 从2020年被勇士选中 这两年根本没看到他的成长 勇士仍然想花时间培养怀斯曼 今日霍华德做客ClubShayShay节目时说到 我想加盟勇士队 怀斯曼可以从我这里学到非常多东西 我会教他如何防守 库里和克莱 在我的掩护下会获得更多的空间 魔兽说的也都是实在话 面对霍华德这番话 勇士顾问帕楚里亚表示 勇士不需要霍华德 勇士队内有很多优秀的球员跟教练 能教会你想学的一切 我们上赛季拿了总冠军 知道冠军球队需要什么 之前霍华德想加盟蓝马 但蓝莽表示想牵个有投射能力的那些 众所周知 普尔是勇士队第二阵容的核心 可自从他牵下4年1.28亿的肥约之后 他在场上的效率就大幅度下滑 普尔是一名典型的攻抢手弱球员 他在防守端很容易被对手点名 但之前他华丽的进攻可以弥补防守端的劣势 而现如今他的进攻效率下滑 在场上自然就沦为了球队的累赘 等赛季开始至今 普尔场均仅能够得到16.1分1.7篮板 4.7助攻1.2抢断 投篮命中率为43.1% 三分命中率为31.1% 除了普尔之外 勇士的替补席还有另外一位核心 他就是2020年的榜眼秀怀斯曼 相比于菜鸟赛季 他现在的表现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等赛季他场均仅能够得到7.6分3.8篮板 据统计 怀斯曼职业生涯至今共打了48场比赛 其中有36场比赛的正负值低于或等于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统计 自2020-21赛季以来 在勇士队有库里无怀斯曼的比赛中 他们的战绩为60-40-29负 胜率高达68.8% 但是在怀斯曼与库里一同出战的比赛中 勇士队的战绩只有21-22负 胜率跌至48.8% 这中间整整相差了20% 近两年来有关怀斯曼的交易留言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勇士管理层终究还是不舍得将其送走 可如今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于现在的勇士队来说 如果他们本赛季还想要夺冠 你可以替补深度不行 但整体防守能力必须要提高 所以目前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拿他们手里这些集去 潜力的年轻球员去交易几个防守能力出众的集战力 当然攻守兼备肯定是更好了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